終於來到這裡了嗎 仙門 超過凡城 也再行一曲 給我 武者張義 這是 眼睛之氣 要把 是 為什麼 為什麼 我還是不能突破最後一道關口 規矩仁王之力 可行動漢室未徒 凝繞六根 仙門不收 仙門不收 不 啊 張義 你沒事吧 雨瑤 你看上的男人 要是什麼牛人也就罢他 可天天是這廢物 你們看看 這人連個男人樣都沒有 正義從包 這小子 哪裡比我好 是啊 雨瑤姐還是跟我家搶哥吧 就是就是 在我心裡 她哪都比你好 你 雨瑤 啊 張義 你醒了 頭疼嗎 我這是 被天節乏想 回到大學時代了嗎 雨瑤 啊 張義 出去 張義這小子竟然抱送雨瑤了 這小子 什麼時候膽子變得這麼肥了 快放開那朵小花 讓我來 雨瑤 能再見到你 真是太好了 張義 你的手放在哪兒 馬上給爹放開 李強 趁我心情還不錯 立刻消失 這張義不是出了名的膽小怕事嗎 今天怎麼膽子這麼肥 張義 你要怎麼再給我搶個睡便試試 雨瑤 不是我不給你面子 這是張義主動挑釁我的 竟然說什麼 我也不可能放過這小子 李強 你想好 這裡可是校園 你要是 雨瑤 放心 從現在開始 換我來保護你 啊 張義 給我上 兄弟們 給我往死裡擋 去死吧 啊 一個殘廢都收拾不了 真是兩個廢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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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了 啊 啊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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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我 是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人 你们 放开那个女孩 所有事的起源 都源于我年少时的一次血气放纲 却没曾想 因此惹上了一个富二代 孙志阳 而那个女孩 竟失口否认被欺负的事实 还与孙志阳继续搅合在一起 孙志阳 父亲的腿 实实就是这个废物 我能废 自此 我性格大变 胆小怕事经常被人欺负 正义 可那个女孩 却一直没有放弃我 我与孙阳 一并踏入了东山大学的校团 虽然生活仍旧糟糕 但只要有她在 似乎一切又慢慢好了起来 可生活 没有就此放过我 就是这样一个好女孩 最终却被好友出卖 这是过去的动物 会不让对方得逞 依然跳楼自杀 保全了自己的清白之身 我 我 过来请 直到无意间踏入古传送阵 我来到了一个可以修炼的时期 又在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万族最强法门 在这里 我找到了复仇的力量 我定要修成 盖世王体 打破未面壁垒 回去复仇 可在我以为自己足够强大了 欲要破开仙门时 还是什么样 却没想到因此无奈无奉 又转身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 东山大雪 张义 张义 你没事吧 我怎么感觉 你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不管我怎么变 我还是那个张义 始终不变 这么肉麻呢 看这一大群人围着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情 没想到是你这个窝囊废啊 张义 还真是打扰到周慧小姐的雅兴了 好了周姐 别这样说张义嘛 她人很棒的 雨瑶 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你忘了明天郑公子 可是请咱去酒会了吗 早点回去准备准备吧 可 可我还没决定去不去的 这场酒会 等等 雨瑶 张义 你也不希望我去吗 红蒙子气 对啊 如今 已不同往昔了 没事的 去吧 多认识认识人也好 嗯 那我就去吧 我先回宿舍了 你早点休息 嗯 这一次 我定不会再让悲剧重演了 人王军 乃宇宙万族中最强法军 而鸿蒙子气 乃昏昏未开的天地本人之力 乃仙家必争之力 我只在上次天解中亏的此气 没想到 竟因此得以在这个时空变化它 重修人王军 以鸿蒙子气铸造人王体 只带人王体大成 阿神最强仙气 也奈何不了我吧 不过 方才练到人王军第一层 看来地球灵气稀薄 以后的修炼 怕是会很艰难了 哼 这 无成 下楼 下楼 您没事吧 你 你们快走 灵力 下 下楼 要更多的灵力 不好 下楼凑火入魔了 快去请吴先生过来 你所练的这套法门不适合你 若继续修炼 轻则金断残废 重则性命不保 灵气 这重配的灵气 你这 便借你小子的灵气 来成全老夫吧 别 别 相逢极是缘分 我便祝你 一臂之力好 果然是这样 这套功法 恐怕只有基础的土纳之术 当人修炼到一定程度时 功法 便无法支撑他化解灵力中的杂志 方才走火入魔 救急 你小子 安静点 你 吴康 我家无礼 夏老 都退下吧 在下 夏国雄 为向今日练功 闲些走火入魔 多谢先生 及时出手相助 老先生客气了 相逢便是远 只是 老先生应是有旧伤吧 你修炼的法门刚忙 若是继续修炼下去 空有姓名之友 即使一眼便能谈清下谎的问题 这下子到底什么来的 先生可有解决的法子 既不合适 我改了便是啊 哎 若是你放心的话 不如将功法交给我修改 修改功法 已经无数大人智慧的功法 岂是一般人能改的 可 这位年轻人 怎么 老先生不信我 此时下架 还需我继续撑着 这位年轻人 或许真是上天 派来助我一笔之力的 只能这样了 先生说笑了 劳烦先生帮忙指点一番 果然如此 老先生放心 我大抵知道 这本功法的诀窍了 修改起来 也算守到前来 我先走了 待功法改好 便联系你们 功后先生加音 夏老 您就这么相信他 这修炼秘籍 无妨 对于古武宗师来说 我那本修炼秘籍 可入不了法眼 竟能见识古武宗师 玉瑶啊 今天是我们姐妹的聚会 你把她带来干嘛 我是玉瑶的男朋友 她去 我自然也不去 再说 你不也邀请了其他男生 玉瑶 你真的跟这家伙 确定关系了 嗯 她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真是便宜这臭小子了 玉瑶 你可要给我准备礼物啊 放心吧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一份大礼 大礼 你能送得起什么大礼啊 待会你就知道了 叫你准备的事 应该准备好了吧 郑少 您叫放心吧 东西备得足足的 绝对不会 误了您的雅兴 郑少 我来看看 我把谁带来了 啊 反来今晚 又忙了 早就听闻 宋大萧花的美名了 没想到 今日还能有心请到 还请宋小姐 随我往礼包厢去 啊 这 这年到流氓都开始装绅事了吗 郑少 客气了 洛爷不远 我带雨瑶进去就行 这小子 什么时候过来的 雨瑶的男友 张义 冰皇家的大公子 可不会吝啬我一人的酒水吧 张义 对郑少怎么说话的 人家要和你握手了吗 快松开 哪里哪里 来者都是客 这周慧怎么办事的 怎么又多出了个男朋友 行 里面请 里面请 我没想到 周慧居然约我来了这儿 你要是不喜欢 不如我们现在回去吧 放心 有我在 你去查查这小子的身份 顺便叫王龙 来包厢外候着 要是 是 直接做了的 正少放心 我这就去办 对了 宋大小花 什么时候有的男朋友啊 我竟然都不知道 其实也没什么的 我和张义在上大学前 就是同桌了 收贵子干嘛 莫非 求是有问题 好啦 先别学要你的男朋友了 你赢 今天正少请我们来 我们也敬正少一杯吧 喝吧 喝完我才好办事 果然是这样 我 好热 真会 你怎么了 不知道 好热 这都能弄错 真是个废 正少 我查到了 这个张义家里 没什么背景 据说他爸 还是个瘸子 这样就好办了 喂 你叫张义是吧 这张卡里有十万 拿着卡滚出去 接下来 这里就没你什么事了 张少男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小美女 我想花十万 向你男朋友买你一碗 我 你猜 你这穷狗男朋友会答应吗 你 张义 还不懂吗 小美女 你男朋友已经罚你卖 抱歉 这下可以把嘴闭上 王龙 出事了 快进来 张义 想惹麻烦 就快放开正少 放开 我和他的仗 还得慢慢算 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 惹他正少了 正少你早被人提起来了 还在那乱去干嘛 快来救我 正少放血 看看这小子的血 是什么颜色 你小子也是个恋家子呀 在爷这种鼓舞练体者面前 只怕是在刮杀 知道你是没脑子 只会练体的人 把你带来的人 是 老大这是干嘛 老大 正少还在 别 别找大理啊 成绩 没想到你还有两把刷子 我可是要看看 你再做功夫 能挡下子弹吗 糟了 今早给夏老疗伤 凌厉消耗太大 我怕发动不了人王绝了 啊 黄八蛋 你不是很能打的吗 啊 怎么 现在说不出话了 啊 啊 张一太宝 啊 疼疼疼疼疼疼疼 疼 你们这对狗男女 今天谁都别想离开这里 啊 啊 疼疼疼疼 疼疼疼疼 你觉得 今天到底是谁 走不出这房间 我 我 放我走吧 我想妈妈做的饭了 你这恶霸人设 给我支愣起来啊 怎么搞得像是我在欺负你一样 是谁在这里哭疊喊娘的 也不怕坏了老子的生意 爸爸 这是我儿子 爸爸 快救救我 这对狗男女 你一个都别放过 跑你个毛小子 敢在老子的地盘弄我儿子 找死 我说你小子 我让你帮我找人 你在这磨磨蹭蹭的做什么 吴爷 那个我儿子 张银你死定了 吴爷和我爸都在这儿 你敢动我 小吴 怎么才来啊 小吴 你怕是被吓到失了痴 你可知道吴爷是什么人物 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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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来晚了 夏老抽不出身 便派在下来接你 夏家的夏老 这小子到底什么身份 无妨 东西我已经弄好了 只是你也见到了 现在有点小麻烦 先生客气 这点麻烦 在下帮你解决便好 糟了 这上最好人物 我儿子 张先生 是我教养不佳 让犬子麻烦您了 让我带他给您赔礼吧 赔礼 他想要欺误我女朋友的事 你也带赔 这 爸爸 别听这个穷小子的 他在诬陷我 坏小人尽量把他做了 什么事都没了 闭嘴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平日里 做了些什么恶心人的事吗 张先生 尽管罚他吧 只要留犬子一条性命 如何都好 这可是你说的 郑老板 这里就交给你收拾了 没问题吧 不敢不敢 张先生 吴爷 慢走啊 张先生 您就给了那小子一拳 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那一拳 足够废掉他的灵根 恐怕他以后都不敢为非作代了 哦 对 我差点忘了 嗯 这一千万 是夏老托我转交给您 答谢修改功法的酬劳 夏老知道 您不在意这些身外之物 但 还请您务必收下 算夏老的一点心意 既然是夏老的心意 那我就收下了 啊 一千万 我的天 原来钱是这样赚的 这下子恢复灵力的药材 不是有多少买多少了吗 张先生 其实夏老还有些事想和您细谈 若是您有空的话 我送您过去 正义 有件事我想和你说说 啊 小吴 你先上车吧 我等一下过来 好 那我们待会儿见 对不起 正义 之前你让我和周慧保持点距离 我没听 没想到今天 就会发生这种事 还把你牵扯进来 傻丫头 之前我不是说 要保护你吗 哪是把我牵扯进来啊 哼 我可不傻啊 这样的誓言可不要乱说 免得以后我失望了怎么办 张义 你这些天变化挺大的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秘密 只是 无论如何 你都要好好保护自己 别忘了 还有我在后面担心你 玉瑶 我会保护好自己 也会保护好你 或许 她真会完成自己的誓言吧 玉瑶 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你 要我 玉瑶 我送你回去吧 顺便聊聊天 真是灵魂不散 不用麻烦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别见外嘛 伯父伯母可是交代我俩 要好好相处 方便以后结婚的事 赵金城 我再警告你一遍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也绝不会 为了你我两家的关系 和你结婚 既然我爸妈这么看得上你 那你和他们结婚好了 告辞 果然是个涉事未深的小姑娘 别好 我便让你看看 那个穷小子 你是怎么被我踩在脚下的 张先生 既愿意帮持我夏家 便是夏家的荣幸 若是需要什么资源 尽管开口 夏老客气 不过 我还真有一事想起 先生 尽管开口 夏老客见过此 嗯 有点印象 似乎是燕金某个大家族的 不二代 果然有人 张先生 与这小子有过节 嗯 当年此人设局 将我父亲推打 差点毁了我 当时我没察觉什么 可现在想 年轻的富二代 何必大费周章来这闹事 那么 先生的意思是 我想这其中必有遗迹 还请夏老帮忙查查 这个人身后的势力 张先生 尽管放心 我马上派人 把这事查得清清楚楚 那便麻烦夏老 应该的 张先生的事 便是我夏家的事 大哥 你可得帮小弟报仇啊 你看张义把我打的 这伤疤 虽然留在小弟的脸上 却是打在大哥 您的面子上啊 张义 那个窝囊飞 那小子 不知从哪儿学了武术 我们三个人 被他一个照面就打倒了 有点意思 正好小爷最近没人陪练 走 去会会他 张义 张义 等等 朱浩 什么事这么着急 快 快跑 李强 李强找来赵子航 要报复你 赵子航 对 就是我 小爷便是赵子航 天哪 居然真的是赵子航学长 不愧是杀星全国舞蹈决赛的男人 学朕好生 听说你是个配得上我的对手 来切磋吧 没兴趣 溜了溜了 说好是个狠人哪 学队的力量面前 由不得你 进气鼓者 还没完呢 下次打狗可要学会先看看主人 学队的力量 修为没提上来之前 真是别屈 看来 只得有内招了 只是这么多人 学长 现丑了 谢谢谢谢 若是暴露了人往里 恐怕后患无穷了 有了 阳光 好好看 喂 那個瓜沙的 是一劑完全體的紅衣群 還仿佛像個無視人 真是恭喜你啊 成功吸引了我 若伊利 哎 上次演的啊 你剛才 是有說過絕對的力量 死吧 這是 人自瓦刑 可惡 好快 只有這種程度了 死 終於能看清了 這 這是 居然是趙紫航學長 說好舞蹈會決賽選手呢 他也不過二 不會吧 怎麼會這樣 就這 沒想到當年的鼓舞天才 也泯然中矣了 人都被打成這樣了 你就少說幾句吧 就是就是 喂 玉瑤 怎麼了 那個 我爸媽知道我們的事了 他們想在逛幾天的生日宴上 見見你 謝家長 張先生 張先生 終於把你給判來了 張先生 裡面請 這是怎麼了 我只是來取上午拖夏老幫忙准備炼丹的藥材 夏老這次遇上了些麻煩了 麻煩 嶺南一帶 還有敢惹下去了 今天東方家族忽然賭上全部身家 對夏老發起挑戰 不知用了什麼妖法 夏老有些 嗯 賭上全部身家 有點意思 張先生 請去這兒 夏老頭 接好這一招吧 水刀 無龍斬 撐不住就快認輸吧 沒什麼丟人的 哼 你以為能吞併我夏家 痴心妄想 那我也不會手下留情了 嗯 啊 死神經 這 這盈利不是他的 肯定有人在暗地幫他 啊 這人有些古怪 果然如此 難怪敢賭上全部身家 不過 也只是雕蟲小技罷了 你看 等 人王硬可以把靈利 化作各種形態的兵器 等我把你的烏雲吃掉 看你怎麼把靈利傳給別人 放開肚子吃掉他吧 你們看 邊上的烏雲飛翹黃色蟲子吃掉了 真的是蟲子在吃烏雲 這是什麼情況啊 這不是什麼蟲子 這是人為操控的靈力 難道有高手在場 是他 啊 這 怪不得 疏雲來的靈力突然消失了一般 妖蟲小技 我去 這一幕好像在哪裡見過 這是 我眼花了嗎 不 定是有高人在墮法 就算你是孫悟空七十二遍 逃不過我二郎神的手掌 夏老頭 你輸了 張先生 快幫下夏老 他快堅持不住了 不僅 這黑色靈力 妄圖吞噬我仁王爵的靈力 簡直是自找死路 糟了 黑暗要暴體了 可那股力量 明明被我的黑色靈力吞噬了呀 啊 我去 怎麼回事 這 這股力量是 夏老 這是張先生施法借給你的靈力 東方無心也是借用了別人的靈力 怪不得 這東方老鬼 屠然變強了這麼多 現在 有了張先生的靈力 東方老鬼 拿命來 慢著 夏國雄 你孫女在我手上 什麼 瘋兒 東方老鬼 你好卑鄙 勝者為王 夏國雄 現在認輸還來得及 你孫女 你孫女就是被你喊 想不到這東方無心這麼無恥 說好的筆擂台竟然玩音呢 這下麻煩大了 想你對這孫女的同愛勝過一切 老巫 一會兒我喊上你 就立馬衝上去救夏老的孫女 記得要快 可是我再快也沒他們的刀塊啊 萬一我驚動了他們 他們把人殺了就壞了 別擔心 神肯定會沒事的 聽我的就是了 我本事 先給我在他孫女頭上來兩拳 看夏老鬼你是要嘉義 還是要你孫女的命 你敢 怎麼回事 他們怎麼自己人打起來了 小巫 快上 夏小姐 你在幹嘛 剛剛 發生了什麼 鳳凰小姐 我來介紹一下 這位是張先生 剛才多虧張先生 才安全把你救回來的 謝謝 控環術不僅過度消耗力 反正還非常厲害 現在這身體 還是得慎用 小意思 這小子看起來弱不禁風的 如何救的我 東方老鬼 這下 還有什麼把戲 竟敢動我孫女 夏老哥 我認識我 我身家都給你 看在認識多年的份上 你饶我一命 丑陋 若是我給你的警告 下次再敢動我孫女 定許你狗命 拿上來吧 我可沒有強迫你 你應該是自願的吧 對對對 我是自願的 怎麼回事 說好的 有你在我必勝的呢 我被你害的 身家都輸光了 今日有高人在 不意就流 等我三日之恢復元氣 必定血洗餓食 我失去的要加倍拿回來 我們走 是誰又在嗎 爹爹 張先生 多虧你今天相助 要不老朽 可能要輸光家夜了 應該的 應該的 這東方無心 向來不老實 但是今天 竟敢公然帶人 來我夏家挑戰 卻是反常 還有那個暗中 相助他的黑袍人 手段詭異 不像我雲樂似的人 看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老夫和鳳兒 稱張先生救命大恩 無以為報 這東方家的產業 老夫拿著有愧 還望張先生不要嫌棄 這產業 理應是張先生的 那我就不客氣了 不過我這人一向懒散 不會經營 那就交給你幫我打理吧 雖然感覺得出 這夏老師害怕報告 極力拉攏 但是有了夏國雄這份事 對於布局整個雲樂 使極為重要 到時候揪出 害我父親背後勢力 就簡易多了 這人看起來很普通 但是爺爺和吳叔叔 都對他如此恭敬 難道 他真是個高手 爺爺 你不是說要給我找個師父 教我公法 就讓這位易先生 教我怎麼樣 哼 正好 讓我試試你的虚實 這 這就要看張先生 有沒有時間了 啊 我這兩天有點事 待我辦完事 倒是可以指點 風兒小姐一二 畢竟拿人手短 也不好直接拒絕 既然張先生 這麼信任老朽 老朽一定不負所托 替你打理好家業的 哦對了 我準備練幾副丹藥 你幫我按這個單子 弄些藥材了 還有 最好幫我準備一處偏僻的房子 小巫 那事情就交給你了 以後張先生吩咐什麼 你照做就是 是 我去 我只說要一處偏僻的房子 這就給我準備一所 這麼豪華的別墅 嘿嘿 看來這下樓很靠谱啊 糟了 忘了讓他們準備 一座煉丹爐了 咦 這個也不錯 好久沒煉過丹藥了 用這個鍋煉丹 就是有點怪怪的 總感覺在炒菜 不過只要控制好火候 就算電磁爐也能煉製成功 雖然效果沒有煉丹爐的好 這副藥丹成功的關鍵 就在這株草藥 接下來 就是見證奇蹟的事 成了 張藥 你到了嗎 我們在一樓大廳 你直接進來就能看見我們了 嗯 看什麼看 皮膚窮酸樣 這地方是你來的嗎 哼 這笑得夠順人的 張藥 這邊 嗯 姑媽給你介紹一下 這是我男朋友張藝 呃 是你 你們認識 哼 看他那衣服窮酸樣 我怎麼可能認識 啊 也不算不認識 只是剛好在門口遇見 看見姑媽從一個男子手上 拿了一張什麼東西 好像是 銀行卡 你 那不是趙家少爺嗎 他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請說這人在追求雨昂 已經三番兩次上宋家提親了 哦 估計這次 也是趁宋家生日宴來提親的吧 嗨 雨昂 啊 嗯 雨昂 這位是 我男朋友張藝 我怎麼沒聽你說過我男朋友了 這男的姻父窮酸樣 哪裡配得上你啊 各位親朋好友 感謝光臨碧人的生日宴 這宋媽媽雖然四十來歲了 但是這狀態看起來 卻只有三十歲出頭啊 反倒是她老公 你有所不知 當年宋媽媽 可是風靡雲樂式的交際花 最後不知道為什麼嫁給了這個 看起來有點吐氣的老公 哈 宋媽媽 今天看起來真年輕 反倒不像我們雨瑶的媽媽了 更像姐妹 這不是趙公子嗎 真會說話 啊 這是送給宋媽媽的生日賀禮 這手鐲外觀具有很強的質感 透明度好密度高 肉質細膩 莫非材質是老坑兵種 假之不菲啊 哎呦 趙公子果然是大呼公子 不像某些人 爸 媽 這是我男朋友張毅 叔叔阿姨好 哼 男朋友 他配嗎 我倒是要看看張先生這次 準備了什麼賀禮 不會什麼都沒準備吧 叔叔阿姨 這是我剛炼製的助言丹 除了可以青春永住 年年益壽 呵呵 就都什麼狗皮膏腰 二十一世紀了 還有人信這個 助言丹 這是什麼東西 聽都沒聽過 哎呀 窮人都愛用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吧 別拿你們窮人的那一套臟東西 來玷污了我們 你和我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不罵 實相的話快滾出去吧 怕你不是食了志 你這什麼表情 還敢罵我 保安 快來把他給我拉出去 快走 快走 媽 快叫他們停下 他是我男朋友 女兒 你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你就別管了 交給你姑媽處理吧 這氣味和驚瑟 哎呀 這不是周老嗎 歡迎周老大甲光臨 不知這兩枚丹藥 是誰丟在這裡 糟了 肯定是這種低劣的東西出現在這裡 影響了周老對我們的看法 周老 這是一個服務員掉在這裡的 人已經被我趕出去了 哎 周老 小心這東西髒了你的手 快扔了吧 你們在說什麼 這可是品質上乘的助言丹 價值連城 而且是有價無視 周老 你是不是看錯了 這看起來不過是很普通的一枚丹藥吧 看錯 我鑽研丹藥數十年 還要你教 啊 是是是 是我看錯了 被你們趕走的那人呢 啊 在那兒 正義 先生請留步 這位先生 請問這兩枚丹藥從何處得來 這是我昨日用電磁爐煉製的 什麼 電磁爐 先生 為何不用煉丹爐 難道是電磁爐 能夠更好地控制火候 啊 也不是 只是剛好 恰沒有煉丹爐 如此隨意就煉製出上乘助言丹 放眼整個雲樂室 恐無第二任 大師竟有如此高超的煉丹數 今日不知 可否指點老朽一二 唉 今日恐怕不行 這不 有人要把我趕出去嗎 問是誰要把大師趕出去 蘇麻 這 咋办 沒想到 這窮小子深藏不漏 連周老都敬他三分 你趕緊上去道個歉吧 我們宋家不能得罪了周老 周老 是我辦事不周到 我向你道歉 你不需要向我道歉 你應該向張大師道歉才對 張大師 是我錯了 還請您大人不見小人過 我這種下等人 可受不起你們上等人的道歉 這種女人留在羽妖身邊 遲早是個禍害 得讓她吃點苦都才會老實 你 啊 給我下去 還嫌不夠丟臉 啊 張毅 看在小女的份上 就原諒她姑媽吧 這宋媽媽 才是個狠人啊 張毅 你就原諒姑媽吧 她也是一時氣頭上 唉 羽妖還是太善良了 你姑媽都收了錢 要把你賣了 你還替她求情 嗯 既然你開口了 就算了吧 不過 這也是我喜歡羽妖的原因了吧 張大師 我這兒 有個蛀岩蛋的配方 請您給看看 哪裡出了問題 啊 大問題沒有 我幫你調整一下就好了 這個人看起來 對鏈丹術深有研究 現在幫她個小子 日後也能讓她 幫我找一些稀有藥材 畢竟夏老在這一方面少有設計 肯定不如她自願封 妙啊妙啊 果然是能練這出上品助言丹的大師 大師 日後 若是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地方 在下一定鼎力相助 今日就先告辭了 嗯 好 真是太好了 我終於可以練這出上品助言丹了 宋媽媽 其實我今天來是向羽妖求婚的 不知二老啥意見 嗯 廢物終究是個廢物 不能把你爹變成周老吧 現在周芸青不在了 看你還囂張個屁 嗯 女兒長大了 有自己的主見 我看 女兒的婚姻大事 還是由她自己決定吧 啊 那宋媽媽的意思是 今天要是答應了趙京城的求婚 那就是拆散了張毅和羽妖 這個張毅 看起來深藏不弄 今日不宜得罪她 我看今日不適合訂婚 還是責任在訂吧 可惡 這女人收了我這麼多好處 說好的今天答應我與宋羽妖的婚事 手禁竟然反悔了 嗯 張毅 我已經和我爸媽說了 今生非你不嫁 嗯 羽妖 我不會讓人把你從我身邊奪走的 張毅 你給我擋著 我定要你好看 我們走 張毅 真的很抱歉 因為我 又給你添麻煩了 別說傻話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 這一事 誰也別想分開我 喂 堂弟啊 現在有空嗎 哦 堂哥 聽你這口氣 是誰又惹你了 對 還是堂弟懂我 你幫我教訓一個人 哦 沒問題 又是哪個不怕死的惹了堂哥 一個叫張毅的窮小子 本來也不需要叫你來 不過這次事情比較重要 誰 張毅 是不是雲海市高中的高中生 好像是 羽妖也是那個高中的 堂哥 這個張毅不能惹呀 上次我跟他交過手了 完全不是他的對手 而且感覺此人深不可測 真 廢物 連個高中生都打不贏 每年佔了我們家多少好處 關鍵時候靠不住 再能打也是個廢物 人和人從一出生就有不可逆 張毅 我要讓你看看 我如何把你揉虐在手裡 地球上的靈氣太細胞了 人亡體的修煉 遇到了瓶頸 得找一塊靈氣充裕的地方才吸 那是什麼地方 靈氣都被那裡的引起吸收了 怪不得這附近靈氣這麼吸收 同志們都怪我 是我連累你們了 看樣子我們要去見馬克思了 我胖子真的什麼也沒怕過 根本沒想到會這麼死啊 胖子叫了你不要來拿東西 這下糟了我們被識別包圍了 今天恐怕要交在這兒了 洛陽條 你們難道是盜墓賊 同志說話放尊重點 我們不是盜墓賊 我們是摩金校尉鐵三角 好 那還不是盜墓賊 你 嘿胖子 少說兩句 這人好像救了我們 別聊了 屎鼻群又來了 這下死定了 他就以普通高動生 有什麼本事救我們 我去 這人會法術 我們這是穿越到修仙小說了嗎 什麼聲音 是屎鼻的母蟲 糟了 雪梨 救命啊 我不想死 別急 這次帶上大家夥 嘿嘿 剛進去 沒帶大家夥 這次有了大家夥 管他什麼狗屁屎鼻 我胖爺全給他打成筛子 正好要進山洞 探查一下因其異常的問題 跟著這倆火寶一起行動也好 少士兵 都去死吧 高雄生 你那點小氣法 可不能跟這大家伙比 不想死的話 就躲在胖爺身後 要是到處亂跑 胖爺可不管你 好的胖爺 胖子別開槍了 誰給他要 快追 他們要逃跑了 糟了 胖子上頭了 不過我怎麼敢去跟著這胖爺 要把自己踏上去 胖子 別亂追 好大一隻士兵 不好 那是雪梨 雪梨在上面 胖子 趁大士兵還沒反應 趕緊殺了他 得趕緊把雪梨救下來 老爺 這麼大一隻 我們是對手嗎 管不了那麼多了 就雪梨要緊 完蛋了 子彈居然對他一點傷害也沒有 胖子 快把手雷扔出去 大士兵 胖爺就是跟你拼了 我去 完全沒用啊 死完了 把他惹怒了 大士 快救救我們 你剛才不還很牛嗎 你們這大家伙 都打不動這識別 我這小器法更沒啥用了 大士 大士 是胖子不懂事 我現在向你道歉 快救救我們吧 對 對 是我胖子的錯 我叫大士道歉 救大士大人不盡小人過 救救我們吧 好吧 那我試試 啊 啊 搞定 我去 一拳那師啊 這也太巧了吧 看來這大士憋 只是吸收了太多陰氣 滋潤了肉身 但是連零根都沒形成 快不得我一拳 就能把憋殼轟爛了 去 打上了大士憋 把小士憋都惹怒了 真是沒完沒了的 還來 剛剛一拳只轟爛了你的憋殼 這一拳 定也把你轟個稀巴爛 這小士憋咬的傷口有毒 糟了 大士出事兒了 大士救了我們 我們不能不講義氣 胖子 你跟我殺上去救大士 好 妖怪 快放開大士 想不到這幾個盜墓的 還挺講情義 不過 區區識別毒也想傷亡 許我一拳 死吧 這幾個盜墓 幸好有人亡 效果真給了識別毒暗算 你們快看 啊 原來陰氣 就是從這裡發出來的 剛剛注意力都放在大士憋身上了 沒注意到 我要下去 看究竟 大士 小心啊 這個坑很詭異 這 洞穴內部空間還挺大 白補正 也不知究竟有多少人的性 埋葬一次 醉魁禍首找到了 所有陰氣都朝著那邊去 原來這裡聚集大量的陰氣 是因為他 啊 有點眼熟 這東西莫非是傳說中的人間質保 太雖若靈芝 怪不得有這麼多屍體在這 看來 全部化作了他的養分 傳說這個東西 以死人身上的陰氣為實 而這些屍鱉 就是他的殺人幫手 天生 別犯了 這些紅線是什麼 糟了 這些東西在牽涉的意識 手腳也被捆住了 現在根本無法動它 別掙扎了 從來還沒有人類似 能逃脫我的手掌 什麼 才是太歲肉靈芝的真身 你這妖 竟然有自己的意識 為了騙我卸下防備 換成無害的影子 太狡詐了 現在知道已經遲了 明天跑不出我的手掌心 馬上就會成為我的一部分了 來吧 來和我成為一體 慢著 這個人類身上 有一股好奇特的力量 似乎在哪見過 在哪 我想起來了 這是 人亡病 不好 居然被他掙脫了 還好有人亡體身 要不還真要因果裡翻船 給你得逞了 現在 人到我了 怎麼回事 你對我做了什麼 你不是想和我成為一體嗎 成全 來吧 我果然被這個人類 即使更救了 啊 這是 天啊 力量 啊 總算解決了 這趟也是因禍得福 回到這個世界 第一次吸收了這麼多引起 修為也長了好多 按照這個世界的算法 應該至少是宗師境界了嗎 更何況 還有這個意外之喜 你以後就為我所用了 大石這麼久都沒上來 看來底下凶險異常啊 估計人是沒了 可惜了 大石這麼年輕有為 前途一片光明 為什麼會突然想不開我家跳呢 你們快看 他上來了 天啊 這麼深的洞 他怎麼跳上來的 大石 真的是你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們都以為你出事了 沒想到 你竟然沒死 不服 暫時還死不了 有消息 誰會找我 許瑤 周一 你在哪兒 快來我家出事了 莫非趙京城賊心不死 又來老實 還是雨瑤峰 是變怪 不行 我得趕緊去看看 好了 各位 我現在有要事去辦 就到這裡了 咱們就此別過 山水有相逢 日後有緣再會 大師 保重啊 大師 哪天你要是來北劉市 記得叫胖爺的名號 我一定會償還今日的恩情的 胖爺召你 劉經理 稀客啊 你日理萬機 怎麼有空來宋家做做 哎呀 大妹子 你現在不用對我說這些客套話 嗯 實不相瞞呢 我這次來是受趙京城少爺吩咐 少爺說 要你們儘快歸還欠趙家的兩千萬 如果還不上的話 就拿你手上的珠寶店給家 是啊 珠寶店是趙老爺投資的 怎麼能說收回就收回 不看僧面看佛面 趙少爺沒有問過老爺的意見嗎 哎呀大妹子 現在還拿老爺出來說事 就沒意思了啊 你恐怕還沒搞明白 趙老爺的年紀大了 現在趙家的業務 基本是趙京城少爺在辭 所以現在趙家誰說了算 你還不知道嗎 趙少爺對我們宋家的態度向來很好 突然找茬 肯定是上次生日宴 因為張義那個窮小子得罪了趙公子 現在看來 就算那窮小子認識幾個大人物 也沒有一個有錢的爹有用啊 哎 劉經理 趙少爺的意思我們明白了 上次是我們補隊 你能不能回去替我們通融通融 好說 倒也不是沒有辦法 少爺更沒有趕盡殺絕的意思 只要你們答應少爺和宋小姐的婚事 少爺說了可以考慮考慮 媽 不能答應他 我才不會嫁給趙京城 我也不同意 我兒的婚事 應該讓他自己決定 你不能為了你的事業 再把這個家拆散了 閉嘴 你們以為我是為了誰 如果你但凡有點男人的樣子 我這些年用得著這麼辛苦嗎 媽 大妹子 現在是怎麼個意思 給我個準話 是答應呢 還是不答應呢 我好去回趙少爺 不用問了 他們不答應 讓趙京城滾 臭小子你誰啊 這裡哪輪到你說話啊 我是你爹 你再敢拿手指指我 廢了 我的手 放開 你們愣著幹嘛 給我打他呀 放手 快放開劉經理 劉靈 你心裡再來的人都會打開了 他會打開了 啊 啊 那少爺 你少爺不會放過你們的 那正 你們回去告訴趙京城 他 我的女人 不是他們的消息 嗯 這張衣到底什麼來頭 居然這麼能打 他也不怕凝聚狠的趙京 所以 太好了 你終於來了 我好害怕 我怕我差點就要嫁給趙京城了 啊 我在呢 別怕 我絕不會讓這種事發生 張衣 阿姨求你放過玉瑶吧 這事情不是打架能解決的 趙家的全是滔天 我們送家 實在招忍不起啊 這下珠寶店是保不住了 都怪你 方才的話我都聽到了 這珠寶店多少錢 我買下來吧 以後 就回玉瑶了 哼 什麼 就憑你這窮酸樣 還要買珠寶店 回去撒泡尿照照自己 看看自己身上有幾個子再說 張衣 我知道你是為了玉瑶好 但是現在趙家要兩千萬 我們拿不出這麼多現金的 所以珠寶店至少要賣兩千萬 你怎麼可能買得起 孫阿姨 放心 你們給我兩天時間 欠趙家的這兩千萬 我來給你 哈哈哈哈 笑話 這是我聽過的最大的笑話 還兩千萬 我看你兩萬都拿不出來吧 在這打肿臉抽什麼胖子 張衣 阿姨也不是非要做拆散你們的壞人 只是這兩千萬可不是小數目 我可以給你兩天時間 但如果到時候你拿不出兩千萬 以後你再也不能與玉瑶相見 你可同意 那時候她拿不出兩千萬 就可以順理成章同意玉瑶和趙京城的婚事了 沒問題 就這麼說定了 錢不是問題 但是不能讓趙京城繼續逍遙下去 文 是張先生嗎 夏老 是我 雲瑶是趙家趙京城 你認識 幫我查查這個人 好的 趙家趙京城是嗎 以前他父親掌事的時候 老有很多交集 後來 換了他兒子趙京城 就很少來往了 他與他父親的行事作風 完全不同 怎麼 莫非是他哪裡得罪了張先生 幫我查一下趙家的底细 越詳細越好 以後我不想看到趙家 繼續留在雲瑶市 趙京城也別想有機會 對我的女朋友糾纏不清 啊 原來是這麼回事 此事說難不難 剛好我手上有一份趙京城的犯罪證據 只不過 不過什麼 夏老有話直說 不過這件事牵扯甚大 不適合在電話裡談 張先生 如果有空 可以來一趟我府上嗎 我親自把文件交給你 好 我馬上 宋媽 我看在羽瑶的面子上已經夠尊重宋家了 但這是 嗯 不光推託欠款 還把我的人打成這樣 是在挑釁我嗎 是的 趙少爺 你聽我說 都是因為那張義 不過我和他已經定下了約定 你放心 哦 是嗎 兩天後他拿不出這兩千萬你可不能反悔 一定要把羽瑶嫁給我 張義 屢次三番壞我好事 該結束了 兩天後我要徹底把你踩在腳下 讓你看清神與狗之間的差距 就憑你也配合我爭 夏老 你說的犯罪證據到底是什麼 神神秘秘的 竟然還不能在電話裡說 唉 張先生 請看看這份文件 一看就知道了 這是 這些 好一個趙金城 真是個垃圾 既然你們手上早就有這份文件了 為何不直接把文件交上去 索性將趙家一鍋端了 難道你們和趙家有勾結 所以才替他們瞞下這些事 張先生嚴重了 我夏國雄雖然算不上什麼正人君子 但是絕不會參與這種肮脏的勾結 自從趙金城上位後 更和趙家業務斷了往來 於是 這件事牽扯過大 我夏家雖然在雲樂市有點失禮 但是事情太複雜 恐怕 一旦夏家之身下場 還會落得萬劫不復 好了 我知道了 你的顧慮我也明白 此事 確實有些複雜 張先生 現在打算怎麼辦 你想從哪方面入局 若有什麼需要幫助的 儘管說 我夏國雄一定鼎力相助 不急 此事要慎重 對了 周云青為人怎麼樣 可這件事有沒有虔誠 應該沒有 我和周云青接觸不多 不過 他還算個正直的人 趙金城收買誰 也無法收買他 那就夠了 這個趙金城 私下還幹這種荒脏的事 膽大包天 罪不容諸 這下 我更不會放他 雨瑤 這兩天時間已經到了 怎麼還聯繫不上張義啊 那小子不會後悔了吧 怕是吹牛吹大了不好收場 人跑了吧 雨瑤 你也該看清那縮頭烏龜的真面目 張義說他要來 就一定會來的 現在聯繫不上 他不會出事了吧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我來晚了 這樣大家久等了 張義 這兩天你幹嘛去了 一直聯繫不上你 我好擔心你啊 老倩 老倩 我應該和你打個招呼 張義 你還真敢來啊 今天必須讓你有來無回 去辦了點事 讓你擔心了 你沒事就好 張義 你終於來了 我們都以為你拿不出錢跑路了呢 怎麼 兩千萬籌到手了嗎 哼 不勞趙公子擔心 兩千萬 我還是拿得出的 不過勞煩趙公子 拿了錢後欠一份合同 這樣珠寶店 就歸羽瑤名下 防止後面產生其他救命 哪來這麼多廢話 有錢就趕緊交出來 我就不信你真有兩千萬 你就別瞎逞強了 老老實實放開運 請各位稍等 說好的兩千萬 我一分都不會少 下老 轉賬吧 兩千萬 已經叫人轉到你們給的賬戶了 這會兒 應該已經到賬了 你查收一下 如果沒問題 就簽合同吧 你小子最好別是在吹牛 去查一下 是不是有兩千萬入賬了 是 張爺 你看他這麼自信的樣子 這張毅 不會真有兩千萬吧 不好說 這張毅真讓人有點看不透 他上次拿出助言單時 也是這麼既定神賤 趙總 查到了 剛剛確實收到個人賬戶 張毅的兩千萬轉賬 你看 怎麼可能 這窮鬼哪來的錢 這 他居然真的拿出來了 啊 既然已經收到錢了 合同我已經準備好了 趙公子 在這裡簽個字 蓋個帳吧 啊 怎麼 看趙公子一副不甘心的模樣 趙公子這是小蚊蚊 啊 去拿我的公章了 少爺 給 張毅 阿姨看到你的第一眼 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 以後宇瑤就託付給你了 哎呀 張毅 看來真是我們宇瑤去貴人了 以前呢 是姑媽錯怪你了 呀 你幹什麼 別廢話了 你這樣的視力嘴眼 我看膩了 看在你是宇瑤姑媽的面子上 今天我饒你 今後 你要是再敢打宇瑤的算盤 我定不會饒你 滾吧 啊 不敢不敢 我再也不敢了 張毅 謝謝你 宇瑤 我們走吧 不要再為這些無關的人 浪費時間 嗯 怎麼 張毅 這就要走了 經過我的同意了嗎 怎麼 合同都簽了 趙公子還有事 出來吧 這不是那天 挑戰我的手下敗將 他和趙京城是一伙的 張毅 又見面了 還有旁邊這個老頭 好強的氣勢 看著就不像普通人 張毅 我這裡豈是你想來就來 想走就走的 別的是算輕了 可咱們的恩怨還沒解決呢 哼 你們倆急匆匆的找我來 我倒是拿路的高手 必須要我出手才行 原來無果是個毛頭小子 叔叔 這張毅功法詭異 上次我就是因此吃了大虧 您千萬不可大意 子航啊 你也太過謹慎了 叔叔可是鼓舞大師 在整個雲樂市都少有對手 何況一個張毅 趙京城 如果張毅有什麼地方冒犯到你的 我替他向你道歉 你今天就放我們離開吧 對呀京城 兩千萬也還到你賬上了 按道理 這一切也該結束了 給阿姨個面子 今天就算了吧 哈哈哈哈 算了 不可能 除非張毅跪下了向我道歉 並且承諾永遠滾出雲樂市 否則一切勉談 趙京城 我今天本來不打算親自動手 畢竟我對你的下場另有安排 但既然你找死 就由不得我了 雨瑶 你退後 張毅 別嘴硬了 你再狂也不可能是我叔叔的對手 我叔叔可是鼓舞大師 失去的話 趕緊跪下道歉吧 等我叔叔把你揍得滿地找牙 就遲了 管你什麼鼓舞大師 這老頭我根本沒放在眼裡 你們要不三個一起上 或許還有一線生姿 小子 求得張狂 竟敢如此羞辱老王 就讓我教你做人 去死吧 是 不過如此 這樣的實力 也敢在我面前囂張 不對 死人不簡單 這其實 似乎是鼓舞大師 沒想到你小小年紀 竟然有這般實力 承得上是一代天才了 什麼 這張毅也是鼓舞大師 玉瑶 你這男朋友到底什麼來歷 不光有錢有人慢 竟然還這麼能打 越看越不像個普通高中生 我也不知道 自從那天起 張毅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 小子 我本來跟你也沒什麼仇 你若向我兩位侄子道歉 你與我侄子的恩怨就一筆勾銷 我還可以考慮一下 將你收入我門下 你看如何 道歉是不可能的 就憑你還想要收我為徒 太自不量力了吧 小子 我勸你再慎重考慮考慮 雖然同為鼓舞大師 但是從你剛剛散發出的氣勢看 也只是剛剛踏入鼓舞大師前期 而我卻是接近鼓舞大師後期的實力 別看著中間雖然只相差一個小階段 但是實力卻是相差甚大 我勸你還是趁早認清形勢 我已經給你裁戒了 誰告訴你 我只有鼓舞大師的實力 你把我想得太簡單了 啊 好詭異的氣勢 你 不好 他身上的氣勢在飆升 快 渡不開了 可惡 這是 古武宗師的氣勢 不可能的 你這個年紀 怎麼可能有這樣的實力 你 還不配評價我的實力 豬小子 我平生第一次被人弄得這麼丟臉 我要宰了你 那你就試試看吧 什麼 又接住了 看來完全不是此人的對手 難道我今日 今早栽在這裡了嗎 你們還愣著幹嘛呢 沒看見形勢不妙 快跑啊 快走 快走 叔叔竟然輸了 想跑 沒門 今天 你們都得死在這裡 山洞裡得到的東西 正好派上用場 這是什麼 放開我們 放開我們 叔叔 快救我 我不想死啊 這是什麼鬼東西啊 今天去去獻神 就想困住老夫嗎 衛免也太瞧不起我了 別浪費力氣抵抗了 太碎肉鱗汁的紅絲 豈是你這樣的普通修士能壞 死 不要啊 好痛啊 放過我吧 糟了 這東西能夠吸食人的驚邪 我沒力氣了 你們這幾個該死的傢伙 去死吧 張衣 你怎麼了 你的狀態似乎不對勁 既然已經贏了 那放他們走吧 我想他們之後 不敢再招惹我們了 許瑤 你還是太善良了 這些人不值得同情 無論落到怎樣的下場 都是他們應得的 哪來的警笛場 誰幫你 太好了 我的救兵來了 趙京城在哪兒 張隊我在這兒 快救我 有人要殺我 張衣 你完了 張隊就是這人要殺我們 快把他抓了 他就是個危險分子 我今日來是為了你的案子 和其他人無關 趙京城 現在我要拘捕你 這是逮捕令 看來周雲青終於行動了 沒想到林副手 竟然會幹出這種事來 虧他平日裝出一副 為國為民的樣子 背地裏竟然滅世法規 無法無天 簡直豈有此理 你放心 我會吩咐下去 這些人 一個都不准放過 所有參與其中的 全都要追責 我絕不會讓任何一個废人 逍遙法外 張先生 幸虧你有這麼全的證據 我一定會把他們整個利益集團 都挖出來的 客氣 除不安良也是每個公民的義務 那就交給周老了 什麼 張隊 你有沒有搞錯 我藏得這麼好 怎麼會被發現 明明看見這人要殺我們你不捉 反過來要抓我 你是不是事先和他勾結過了 你們陳菊呢 我要接你們陳菊 陳菊現在也自身難保了 他已經提前被關進去了 哪還有空管你 什麼 陳菊也被關起來了 為了 難道又是這個張藝在後面搞事 不可能啊 他一個窮小子沒錢沒事 身後又沒有靠上 怎麼知道我們這種事 不用掙扎了 一切證據確鑿 老老實實和我們走吧 等會兒 別動我 我要見我的律師 讓我們趙家的金牌律師過來 叔叔 我們現在怎麼辦 管不了了 快走 等那人想起我們就跑不掉了 兩膽小鬼 今天就暫且饒你們一條狗命 下次再撞到我手上 就沒這麼好運了 老大 你終於回來了 你這幾天都忙什麼呢 完全看不到人 我正要去找你呢 啊 出什麼事了 就我之前和你提的英語細的 楊燕 她終於接受我的表白了 今晚組了個局 和她的閨蜜一起 算是確定我們的關係 在玫瑰酒吧 晚上九點 老大 你可要來給兄弟捧場啊 楊燕 確定的關係 上一世就是今晚 胖子被打斷了雙腿 只能再輪椅 裹下完事 老大你怎麼了 有在聽嗎 如果你有事去不了就算了 沒事的 去 幹嘛不去 上一世我正好錯過了這件事 讓你們害得我最好的兄弟斷了雙腿 這一世 我要讓你們付出代價 嗨起來 楊燕我們來了 啊 朱浩你終於來了 坐吧 今天穿的挺帥嘛 像一個 咦 這不是我們學校膽小聰明的張毅嗎 怪不得看著眼熟 朱浩你怎麼把他帶來了 你不想丟人啊 黃絮別胡說八道 連武道社的趙子航 都被我老大一拳給打敗了 誰會信你的鬼話呀 沒事 黃絮別理他 哼 這些傢伙是有眼不識泰山 真後悔那天沒有拿手機拍下來 否則肯定亮瞎這些傢伙的狗眼 楊燕這條項鍊是送給你的禮物 你看看喜不喜歡 我特意挑了很久 哇 這項鍊得好幾萬吧 讓你破費了 多不好意思